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四部分内容 应税行为销售额里的差额寄税规定 那首先大家需要搞清楚 为什么会有差额寄税这种寄税方式的存在 然后就是差额寄税到底适用于什么情况 然后我这个差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到底哪些金额能差掉哪些不能 好咱们先从原理入手搞清楚 差额寄税它的逻辑 好先来举一个例子吧 说我们是一个销售服务的纳税人 那销售服务是用6%的税率假设 那我现在销售服务一共取得了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100万 那用它乘上6%去计算销项税好了 另外我还有一些购进业务 假设购进的也是6%的服务 购进金额是80万 那用它乘上6%来确认进项税就可以了 那咱们增值税的计税就是拿销项减项 用这种间接的减法方式 从而计算得出那个增值部分的税额的是吧 所以这是增值税里典型的计税方法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销售额是什么呀 注意就是你销售所取得的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 也就是通常情况咱们应该全额来计税 用全额来算销项 那购进这块呢 以正常比进项就可以了 最终实现的效果是增值那块计税 它不会重复计税的 所以增值税这种计税方法 它是非常优越的是吧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前提假设 就是你购进的各种东西 它实际上能够抵扣进项 这时候我们用全部的销售金额 来算销项 它才合理 那如果说我购进业务 它没法抵进项呢 拿不到抵扣凭证 抵不了进项 那你还让我去全额算销项 我们就亏大了吗 那么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 咱们就设置了这个差额计税的规定 那到底怎么差额呀 这样的你看啊 本来你买进来东西 买了80万的东西 你能抵进项 但现在抵不了了 抵不了没关系 我在算销项的时候 这个销售额100里头 我减去这个80 然后用这个差额做销售额 再去乘6% 这样计算销项 你看是不是 从销售额减去这80 就达到了一个相当于这80 抵不进项的效果呀 这两种方法 其实算出来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看 差额计税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 避免了重复征税 降低了税负 是吧 所以有一些业务 咱们确实是让你差额计税的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 但凡我抵不了进项的业务 都可以把抵不了的那块进项 它对应的购进金额 从销售额减了 让它达到一个抵过的效果呀 不行的 你不能想当然好吧 什么情况能够差额计税 这是税法规定的 只有规定的项目能够差额 其他的项目 你可不能随意去差额 即便你觉得差额很合理 那也不行 所以差额计税 一定按规则来办 好吧 不是你想差就能差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考虑 说如果我差额计税了 我把这80 从销售额里给它减掉了 那如果这80里头 我有一些金额 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我能不能再去抵一回进项啊 抱歉 不行 你想想啊 你把这个100里头减去了80 是不是就达到了一个 这80相当于抵了进项的效果呀 那如果这80 你又再拿票据 再抵扣一次进项 那是不是相当于抵了两回呀 那你想什么呢 当然不能让你占这个便宜了 所以如果你能拿到正常的票据 能正常做进项 那你就正常抵进项 好 那你抵不了进项 咱有差额计税规定 你可以给它插掉 好吧 但是你不能说我既抵进项 我又给它插掉 于熊掌不能兼得的 好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啊 我卖了这个服务 卖了100万 然后我有购进 购进一个服务80万 好 那购进的这个服务80万 因为没有进项抵扣 我从销售额里把它给插掉了 让它达到了一个 抵了进项的效果 是吧 可是除了我购进这服务以外 我还购进了点别的东西 那个进项能不能让我给抵了呀 你看如果正常计税的话 那咱们再买点什么 其他的货物啊 什么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呀 那进项肯定是让抵的是吧 那在这种差额计税的情况下呢 注意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进项 那其他的进项也是正常 可以抵扣的 但是这个已经插掉的这个80的进项 不能再抵一回了 别的进项没关系 还是符合规定 可以去抵挡 然后接着大家再思考 说咱们给的例子啊 是一个一般计税的例子 那一般计税的时候 我的销售额里边有差额计税的情况 那简易计税里有没有啊 注意简易计税啊 它也有全额计税和差额计税的规定 好吧 也就是说 插额计税不光一般计税里有 那个简易计税的销售额也有可能给插掉一块 但是注意 它们的规则不太一样 你别张官礼贷 好吧 有的业务规定 说你必须一般计税的时候 我才让你插掉点什么 你简易计税就什么都不能插 而有的呢 是简易计税的时候能插掉点什么 而你一般计税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让插了 所以在这呢 后续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强化 让大家把这一块给记清楚 现在啊 暂时这个阶段 你只要把基本规则搞清就行了 后续我们会不断的再去重复 好 那这样终于从原理的角度 咱搞清楚了 差额计税的存在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具体试用 先来看的是第一块 也是考试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就是金融商品转让 它是典型的差额计税 那先来考虑什么叫金融商品来着 在争税范围里我们就强调过 金融商品包括有价证券 比如说股票债券 还有什么外汇 还有什么非货物期货 还有一些其他的金融产品啊 包括金融衍生品等等 这些都属于金融商品 那如果说你买过来金融商品 再转手卖出去 这个事呢 它属于金融服务 金融商品转让这个子幕 那应该是用6%的税率来计税的 当然如果你是减一计税啊 如果你是什么小规模纳税人 或者一般纳税人减一计税的情况 那你就用征收率 是3%的征收率 这是金融商品转让这个税务 咱们先要有印象 然后接着 它是典型的差额计税 那到底怎么差呢 这规定了 说金融商品转让 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 也就是卖价减买价 这样去差 来做销售额 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商品转让 是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也就是说 卖方卖金融商品 不让开增值税专票 那就意味着 我买过来金融商品 没有专票 那我就抵不了镜像啊 对吧 我买的时候抵不了镜像 卖的时候 你如果让我全额去算销像 那我是不是就亏大了 所以说呢 从原理的角度来看呢 咱们这儿为了降低税负是吧 应该让你差额集税 就是卖价减买价了 同时你要注意 由于我卖这个东西是开不了专票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所谓的卖价 或者是买价 其实都是含增值税的金额 那咱们不能拿含税的这个销售额来集税啊 必须得价税分离 所以啊 你的销售额还要去价税分离的 要除上一加上税率 或者征收率才行哦 好 那接着我们再思考 说我卖金融商品的时候啊 我可能卖了一万块 但是这一万块 我其实不能全部都拿到手 因为我可能还要支付一些手续费 一些税之类的 那买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买这个东西啊 说花了五千 实际上呢 我还要额外的再举掏一些什么手续费啊 一些什么税金之类的 所以最后买到手的价格也会更加贵一些 那你说再算这个金融商品转让 增值税这的销售额的时候 我这个卖价还有买价 要不要考虑其他的相关税费啊 注意啊 一定要记住 增值税啊 它是一个流转税 它不管你买卖过程中的那些个税费 它说卖价减买价 那就是单纯的卖价和买价 好吧 不考虑买卖过程中的税费 也就是卖价里头不让你减那些税费 而买价里头也不用加进来那些税费 好吧 好 这是一块 但是回头你学到所得税就不一样了 所得税是要对净所得纯所得来征税的 它得看你到底赚了多少 所以它呢 是把买卖过程中的那些税费都考虑到 而我们这增值税 不要好吧 每个税都有每个税的特点要分清 好 然后接着这个卖价和买价 咱们是不是要保持一个配比关系啊 举个例子 说我买了一些个债券 那我买的第一批呢 是一万份债券 花了可能有二十万 然后我第二批又买了两万份的债券 可能花了这个三十五万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又卖了一万五千份债券 可能卖了这个假设三十五万 随便咱们来一数字 好 那这时候你看我的卖价有了 是吧 卖价有了 那减买价的时候 说我到底减哪个买价呀 我这一万五千份 我到底卖的是哪个呀 在这买入价的确认啊 还有两个方法可选 可以用加权平均法 或者是移动加权平均法来核算 但是选择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得变更 好 我们举一个一个加权平均法的例子吧 你看我的卖价是三十五万 我只卖了一万五千份 那买价呢 我得算一个平均数出来 好 我一共买了两批这个债券 花了二十万和三十五万 一共五十五万 一共买了多少份呢 一共是一万份加两万份 一共是三万份是吧 好 那一份多少钱 我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然后再去乘上这个一万五千份 因为我只卖了一万五千份嘛 所以对应的这个买价也就有了 那你用卖价减去这个买价 来确认销售额好了 所以买价和卖价它要配比 这个配比的事不能忽视好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那金融商品转让 虽然我投资是为了赚钱的 但它不见得都有好结果 对吧 现实有时候是很骨感的 我可能会赚钱 也可能会赔钱 那这些正负差怎么办 还注意说 转让金融商品出现正负差 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也就是我可能买了很多的金融商品 也卖出去了很多 但是有赔有赚 那这时候我要把它们汇总算到一块 盈亏相抵以后 如果我是正数 那就说明我有销售额要几税 如果算出来是负数 那这个负差就说明我亏钱了 亏钱了 当然就没有销售额 就不用算税了 并且这个负差 它可以截转下一个纳税期 与下期的转让金融商品的销售额相比 那举个例子吧 假设咱们是一个按季度纳税的金融机构 那第一季度 咱们的金融商品转让一共卖了300万 而这个买价呢 是500万 那这样300万卖价减去500万买价 一算呢 我这结果是个负差 是负的200 我亏了200万 是吧 好 那到了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如果只看当季 那我销售了可能是600万 好 那我的这个买价多少呢 买价假设是300万 好 那这时候 如果只看第二季 我实际上是赚了300万的 那接着呢 咱们不能直接光考虑第二季 因为你第一季的时候是亏钱的 那这个负差咱们是可以往后截转的 所以第二季 你还要把第一季度 那个负差给它减了 所以相当于啊 第二季 你的销售额是这个100万 你100万那块都得销售额 积税去 好了 好 这是咱们说到出现了 这个负差可以往后截转的情况 那如果说四个季度 也就是一整年算下来 我最终还是亏的怎么办 假设我一整年算下来啊 一共亏了80万 那请问我这个负80 能不能转到下一年去啊 抱歉 不行了 咱们这说了 年末时出现负差的 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也就是我们这个负差呀 它只能在年内接转 是吧 跨年就不行了 你今年一整年都赔钱了啊 那明年 从一开始集税咱就从头开始了 不考虑你以前年度的负差 好 这是它的规则 那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 这些个细节问题啊 咱们就可以总结出来 一个销售额的确认公式 就是这个样子 咱金融商品转让的销售额 应该是 卖出价 减去买入价 减去年内负差 这儿呢 注意啊 年内的负差 咱们才能减 以前年度负差 不能减 并且 卖价和买价注意啊 他们要保持配比关系 并且 卖价和买价都不考虑其他的相关税费 而且 卖价和买价 他们都是含增值税的金额 所以这样算出来的销售额 我们要去做价税分离才行 好 价税分离 可能用税率 也可能用征收率 取决于你是一般集税 还是简易集税 然后有了销售额 你乘税率 去算 销项去好了 或者你乘 征收率 算税额去好了 这是咱们的计税规则 总结了一下 这是它主要的考点 然后进入商品转让这块 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考点 咱们也得关注一下 偶尔也会出到题目 继续往后看 看的是 限售股的买入价确认 咱们知道股票 它有流通股 有限售股之分 流通股就是咱们 在证券市场里 可以随便去交易的那些个股 随便能流通的 而限售股呢 是指有一些限制销售的这个条件 有一些这个限售期的这样的特别的股 那对限售股的买入价 我们是做了特别规定的 而流通股没有 流通股 你比如说我们单位在证券交易所里买了股票 那买的时候 一股是20 那我卖的时候 一股是30 那我赚了多少钱 非常的明确 我买价是多少 非常好找 它不用特别去说 而限售股不一样 限售股呢 它由于不同的原因形成 有可能它当时取得的时候 实际支出的成本呢 很便宜 但是咱们拿那个很低的买价来进行这个计算呢 它会税付比较高 所以咱们规定了买入价确认 有一些特别规则 好吧 好 那接着就来看看这些特别规则 首先要考虑限售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有一些是股权分治改革形成的 有一些呢 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 有一些呢 限售股是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 注意这些限售股 以及它们所资生的这些送股转股啊 都是一样的处理规则 你比如说 股权分治改革形成的限售股 还有它资生的这个送转股啊 比如有时候咱们会十送二呀 是吧 等等有这样的一些个这个送股啊 那这些送股转股也都一样啊 那它呢 这个买价咱们是用复盘首日的开盘价来做的 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啊 这也就是IPO了 IPO咱们用的是它的发行价来做买入价 而重大资产重组用的是平盘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所以你看买入价的确认是有不同的规定的 有开盘价收盘价还有发行价的这个区别 注意IPO发行价这个以前曾经考过大题的 好那咱们举个例子吧 说假设我当时实际成为这个企业的股东的时候 我买的股啊 那个实际的成本特别便宜 假设是 每股20块 啊 可是呢 我们公司现在上市了 是吧 上市啊 IPO发行价是 每股50 好那之后 10有了一段时间啊 咱们刚开始呢 其实是有限制销售的那个时间的啊 那段时间我不能去这个销售这个股啊 那等解禁以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股给卖掉了啊 那我卖掉的时候呢 我卖了80 那这时候卖价就是80 那买价你说用什么呀 哎 我们要考虑这个限售股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 也就是IPO形成的是吧 好那这买价我们说了 可以用这个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来做 好也就是50 好那我就用八市减50 这样来算我的这个销售额好了 然后去乘上我的股数 就是我总的这个销售额是吧 哎 所以金融商品转让是这么来算的 但是在这还有特别规定 如果你的实际成本价比这个规定的买入价要低 那你当然用高的做买入价了 因为买入价越高 是不是你的这个增值就越少 你交的增值税就越少呀 好那如果说反向的呢 说我实际持有这个股的成本是一股120 结果我IPO发行只是一股50块 那这种情况下 我当然就要用实际成本来做买价 比较合适了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实际成本价 和他给定的这个三个价格啊 你是从高的啊 哪个高 你用哪个就更加合适一些 好这是咱们说的限售股的买入价确认 然后接着这还有一个无偿转让股票的问题 咱们也一块说了啊 无偿转让股票举个例子吧 说A的股票卖给了B B呢又卖给了C 如果是正常交易好说 那咱们呢卖股票就金融商品转让 你就是卖价减去买价来确认销售额 做这个金融商品转让的销售额击税好了 是吧 但如果说不是咱们卖掉了 而是A把这个股票赠给B了 怎么办 说A当时他取得股票是20亿股 但是他赠给B了 没有收钱 那这时候A要不要计税 要不要确认销售额呀 其实是不用的 他说了啊 无偿转让股票 转出方以该股票的买入价为卖出价计税 也就是我20买的 我赠给B就相当于我20卖的 我就没赚钱 这块就不用交税了 所以A他是没有销售额的 因为他是无偿赠出的 另外B呢 他得到了这个股票以后 再转手卖给C 假设卖了美股30块 他金融商品的转让收入 这个卖价肯定是30 然后呢 他的买价呢 买价就用远转出方的卖价来做好了 就是20 这个20其实跟原来A的买价也是一样的 他用30减去20 确认销售额来计算金融商品转让的这个税 好了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 这个限售股买入价和无偿转让股票的这个处理规则 这样到这为止 咱们金融商品转让的基本规定其实就说完了 而且还有我总结的一些小细节的描述 都跟计算有关系 你要特别关注 另外我再稍微多提示一块 就是金融商品转让 他的征免的界定问题 就是到底这事 他交不交税 或者说他交税应该按什么税务来交税 这个呢就跟咱们前头那个知识点 那么转让股权是在圈外的 它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那转让股票呢 股票属于证券化的资产 它叫金融商品是吧 那你如果转让的是股票 它属于征税范围 那接着如果我买了金融商品以后 我持有之到期 这个叫不叫金融商品转让 不叫的 比如我买了理财产品 一直持有之到期 它几年期的 那这时候我赚到钱了 那它也不叫金融商品转让 金融商品转让是说 你买了再转手卖出去 你赚的是这个价差 而不是说你持有之到期赚的那个收益 这是一点 另外如果金融商品 我持有之到期 那我取得了收益 到底要不要交增值税呢 这个要看情况 如果这个金融商品 它是非保本的 比如我买了银行的理财 人家合同里写得很清楚 这个非保本 就是有可能把本都赔掉 是吧 它不是保证本金的 那这时候如果非常幸运的 这个赚到了钱 那它是不用交增值税的 也就是非保本收益 它不用挣增值税 就相当于你拿钱 去做了一项投资 你投给一个企业了 你可能赔 可能赚 是吧 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 那种时候 你即便赚了 它也不用交增值税 但如果说 金融商品持有期间 我取得的是保本收益 隔通里规定好了 我本金绝不损失 我一定是赚钱的 那这时候 我赚了钱 它就要按照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 计税 相当于赚到的就是利息性质的收入 按这个税务来计税 好了 这是咱们说的税务的界定问题 另外在这 即便在征税范围里 其实它也有一些税收优惠 你比如 个人金融商品转让业务 它就是免税的 所以一旦提到个人 你卖什么股票呀 债券呀等等 这个马上要想到是免税的 回头在税收优惠那个模块里 我们还会再强调 这样金融商品转让的事 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我们就都介绍完了 好事特别容易考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来看第二类 经济代理类的服务 经济代理 它有一般代理 还有特殊的情况 咱们来分别看一看 首先一般代理 比如说我去帮别人 代办一些什么工商 报官等等这些事 那我代办一共收了一万块 一共收了一万块 那这一万块里呢 其实我不能全赚到 因为我还要给什么政府机关 给他们其他单位 还要支付出去一些钱 那这个支付了 假设八千块出去 那这块呢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减掉的 也就是说一般代理业务 它是拿收到的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 扣除向委托方收取 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 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后的余额 来做销售额的 那经济代理服务 大家知道这属于 现代服务里边的项目 是吧 那正常它的税率是6%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减一击税 那它应该是3%的征收率 对吧 所以税率征收率 税募这个事 咱们先要搞清楚 另外由于它是中介嘛 中介其实它赚的 就是一个手续费性质的 是吧 中介费性质的 这么一个收入 所以它收到的全部钱 不是说都要寄税的 它要减掉这些 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收费 剩下的金额 来做销售我计税 当然你说我收的钱 都是含税金额 是吧 我一万块是全部 是所有金额了 那这时候 我付出去了8000 我给它差掉 当然还得再做 价税分离咯 如果咱是一般纳税人 那就除上 1加上6% 再去乘6% 去算销下去 如果咱是减一计税的 那就直接除上 1加3% 再去乘上3% 注意减一计税 就不叫什么销向进向了 减一计税 直接算出来的就是税额 是吧 它不分销向进向的 好 这是一般的经济代理 然后接着 它又特别强调了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的事 其实这个呀 它不是航空运输业 它指的 其实是机票代理 就是我卖机票的 好吧 这样的一些行业 好 那它如果是代理 这个境外航段 或者境内航段的机票 那实际上 它卖了票 收的这个钱呢 它也不能全留下 它还要给人家别人 支付一些钱出去 所以它们都是 差额计税 但是差额这个描述 略有一点不同 咱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代理销售的是 境外航段机票 它是拿收取的 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 客户处向客户收取 并支付给其他单位 或个人的 境外航段机票 结算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来做销售额的 比如说 我卖境外航段的机票 一共卖了100万 但是我要支付给人的境外 航空公司 可能结算款 还有什么相关费用 一共80万 那实际上 我剩下的就是20万 好 然后我去驾水分离之后 去集税取好了 那如果是 代理销售境内机票呢 那是要用全部 价款加外费用 扣除向客户收取 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 或者是其他航空运输 销售代理企业的 境内机票的 净结算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一共卖机票 卖了100万 然后付给其他的一些人 一些机票结算款 还有相关费用 那也是给他插掉的 假设付了80万 还是插掉他的 只不过描述上 这多了一个 什么境内机票净结算款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说机票代理 一定要注意 你不是真正的航空运输企业 你不是交通运输 你只是代理 就是经济代理 好吧 就是中介 只是代卖机票的而已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三类情形 航空运输企业 这个说的可真是交通运输了 交通运输呢 咱们正常的税率是9% 房地产交游机 税率是用9%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 减一级税的情况 那减一级税用的征收率 是3% 然后接着 航空运输业 它的销售额 不包括代收的机场建设费 和代售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客票 而代收转付的价款 咱们平时买了机票 你会发现 我除了这个机票本身的价款以外 还要付一个机场建设费 也叫民航发展基金 是吧 那个机场建设费 民航发展基金这块 它是不作为航空公司的销售额的 它是一个行政事业性收费 好吧 这块不是航空公司计税的依据 另外如果它代售其他航空企业的客票 代收转付的钱 那它当然也留不下了 这也不是它的销售额 另外可能同学会想 说那个燃油附加算不算它的销售额呀 燃油附加是要算上的 因为燃油附加呀 它是在油价贵的时候 会加征这么一个金额 相当于一个价赖费用 好吧 所以燃油附加要算到销售额里 而机场建设费和代收转付的这个条款 这些是不算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情形 客运厂站服务一般纳税人 他们也可以差额继税 在这儿有一些限定要关注 首先我们说的是客运厂站服务 并没有说货运厂站 所以货运那块厂站 它是没有差额继税的 另外我们强调的得是一般纳税人才行 你是客运厂站服务的小规模纳税人 也不能差额继税 好 这是有限定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思考一下 客运厂站服务 这属于增值税里的什么税务啊 是交通运输吗 你是真正在运货运人吗 不是的 其实你是相当于做了一个辅助工作 所以它属于现代服务里的物流辅助 物流辅助的适用税率是6% 如果是减一级税用3% 但是只有一般纳税人啊 这客运厂站服务才能差额继税 所以咱们就知道 这用的税率是6%就行了 然后再来看 它的一个销售额确认规则 说它以取得的全部价款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给乘运方的运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比如我们这个客运站 卖汽车票一共卖了100万 但是这100万不是我全部都赚到的 我要付出去80万给那个运输车队 剩下的才是我的 那它就应该差额继税 100减去80 当然这个100是含税金额 咱们要做价税分离 那就再除上1加6% 然后再去乘上6% 来计算你的销项税额好了 这是客运厂站这一块 你看我们说的 所有的能从这个销售额里 插掉的部分 是不是都是没法正常抵扣镜像的呀 虽然咱们单位如果说员工出差什么的 你支付了一些的这个客运的这个费用 它是有规定让你去抵镜像的 但是客运厂站这块 你付的这块运费 它是不让抵镜像的 因为不是你自己员工出去做了什么这个客运 是吧 而是你付给乘运方运费 它也没法正常去抵镜像 所以就从销售额里把它给插掉好了 是这么一个逻辑 你包括咱前头说的这些 支付的什么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 还有什么机票结算款相关费用等等 都是一样的道理 它们都是没法正常的抵镜像的 所以从销售额里都给它们插掉好了 好这是基本规定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后来看第五个情况 旅游服务 旅游服务这注意啊 它属于生活服务是吧 适用的税率是6% 如果是减易计税那是用3%的征收率 另外它这儿 差额计税呢 也不是说你必须差额计税 它是说可以选择差额计税 也就是你自己看着办 你既可以以取得的全部价款价外费用来全额计税 也可以选择差额 好吧 那如果你选择了差额怎么差呢 它这是要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 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 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 和支付给其他集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余额 作为销售额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旅行社 那我们组织这个云南五日游 那收了团费一共收了100万 参团人员一共掏了这么多钱 也就是咱们的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一共是100万 但是我们是一架全包型的 那这些个参团的旅游者呢 将来的吃住行之类的我们就全负责了 那你看我们还有很多支出是吧 那这些支出呢 注意啊 不是说所有情况咱都能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都能抵近向的 大多数时候是拿不到专票抵不了近向的 你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餐饮费啊 这些游客得吃饭是吧 然后如果是出国游 那咱们要办签证 那这签证要付给这个使馆的是不是 这个也没法拿到专用发票 还有咱们去景点有那个门票费是吧 等等啊 这些呢 其实通常都是拿不到专票的 有一些能够拿到专票 他呢 可能也是小规模纳事人开的专票 上面可能就是征收率啊 这个比率比较低 咱们如果直接这么底了呢 也可能不太合适是吧 那这些情形下呢 我们就干脆规定了 你可以选择这个差额继税 比如说啊 你收了团费一共是100万 然后你为这些参团人员付出去的住宿啊 餐饮啊 交通签证门票 还有其他的 到了云南以后 人家当地的地界社那个旅游费 一共付了80万 那咱们就干脆用这个100减去80 这个差额来继税好了 那假设咱是一般纳税人 一般继税的 那就用它除上一加6%的税率 然后再去乘上6% 这样算肖像好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差额继税的情形 注意一下 咱们能插掉的是什么 是被参团人员而支出的款项 你看他说了 我们能扣除的是 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 并支付给他人的这些个费用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参加云南五日游的这些游客 他们将来的住宿 餐饮交通签证门票 还有地界社的一些旅游费用 咱们是允许扣的 那如果咱们单位 自己也派了司机还有导游 那这些司机导游 他们的一些个住啊 吃啊等等这些个费用 能不能从我们这个收入里边去给他扣掉 抱歉 不行的 如果你是在算所得税 那当然可以 因为司机导游的这个费用支出 也算你的成本费用 是吧 你算所得的时候 可以把它减了 但咱们现在是在算增值税 增值税 它就是考虑流转额 好吧 要流转额里 我们找出来增值部分 所以这呢 这个参团人员 他们贡献了收入 那为他们花的支出 可以从这里边减掉 但是为司机导游付的钱 不能去从这里扣除 另外咱们能扣除的 只能是列明的这些个项目 这些钱能够扣 其他没有列明的项目 你不能随便去扣 你说我为这些参团人员 这个雇了一个摄影师 还给他们照相 还什么洗片子等等 那些钱 你说能不能去给他扣掉呀 抱歉 不行的 只能是这些 好 这就是旅游服务里面的 一些细节规定 接受了 看 naked 舔 很多 Hye Mmm 监